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跨度时间蛮大 因为当他成为总统之后 他没有在CNN上再露面 按照他确定的时间晚上八点钟 在新汉布什尔州 叫市政厅的这么一个会 市政厅是单一的 单指美国政党的总统竞选者 跟媒体的记者主持人之间对话 主持人是挑战他 它是一个公开的挑战方式 是一种现场的 所以他跟辩论会 辩论会是不同的竞争者之间 主持人不是参与其中 这是主持人参与其中 所以就显得很突出 我们跟大家分析过 川普自己讲 说九伪漏中重新回到CNN了 那应该是七年 重新随到有朋友说 他自己讲 他说这是一个 他们给了他一个很好的交易 很好的地友 这个我相信 这种朋友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 他是生意人 生意人他用很好地友 交换的条件来横架 所以对很多朋友 可能我觉得接受起来 只是不愿意承受了 不愿意去承认了 就觉得这个事儿别扭 这个事儿别扭 你知道川普已经失去了福克斯 那Newsbox等其他媒体呢 没法跟大媒体去对抗 这个你要承认这种事实 承认事实跟真相是一份能力 真的是份能力 那另外呢就是在CNN的背景之下 有朋友说是川普的朋友 两年前买下了CNN 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那谁买下来OK 那现在的问题的故事呢 就出现了一些很令人感慨的状况 只能这么说 这是昨天那个女人获胜 判川普呢 判川普强奸罪不行 但对他带来了伤害 所以要川普负责任 赔给他五百万 他非常高兴 他说今天是他一生中最高兴的日子 79岁 经历过这样的故事过程 对不对 一个女人被强奸 一切都是以强奸的方式出现 结果说强奸罪不成立 赔给你五百万 尊严是有价钱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强奸强奸罪不成立 OK 没关系 但我拿走五百万 所以我今天很高兴 这是客观结果 对不对 五百万在先 你高兴在后 什么东西都有价码 所以这是 我什么都没说 我什么都没说 这是人没有尊严了 对不对 人没有尊严 我以为啊 我以为 那我是个男生 我不知道现在女生都有什么想法 咱实在搞不懂 我以为 可能起码 甭管是洋葱洋蒜 装什么都成 对不对 就说强奸是对我一生的侮辱 对不对 这五百万我拿着 这不足以平补 他 起码你得 你不能说出我今天最快乐吧 不知道 所以是老年人变坏了 还是老人都学坏了 还是坏人都老了 不知道 不知道 这是 但他确实反映出这个社会的品质 这个环境的品质 就是这个环境的品质 它是跟川普对立的 我相信朋友懂我说的意思 看我节目的很多朋友是女士 对不对 那 很多女生在现实的环境中 遭受过各种不公平的态度 对待跟不礼貌对待 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生的记忆 难以启齿 不希望别人知道 对不对 不希望任何人知道 不希望自己的父母 不希望自己相关联的人知道 那作为年长的女士 更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知道 对不对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 一个 一个人吧 反正我以为做一个人 哎 不知道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他今天说 他很开心 强奸罪不成立 五百万拿到手 我今天 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人 OK 那重点不在这 重点是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凯瑟琳 凯瑟琳是CNN的一个新闻主播 新闻主播一个新闻记者 今天晚上由她去挑战川普 所以这就是出现了 那作为记者来讲 她很可能会挑战川普这个问题 那川普的表达也很明确 就是这个女人 那个女人我根本不认识 她在哪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川普的答复 很可能还会重复 但同样作为一个女人 同样作为一个女人 要面对一个不尊重法庭上 你只能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 这个陪审团说 川普如何如何 对不对 然后陪审团人选择的时候 是六个男的三个女的 就怕这个 这骑士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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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士 整个阶段 全世界现在都剩了骑士 对不对 骑士瞎掰 真的瞎掰 那你说 拜登的老婆跟他兄弟的老婆 俩儿长得肯定不一样 你说谁骑士谁呀 我问你谁骑士谁呀 亨特 他把自己的兄长的老婆 给安慰到自己的床上去了 那他自己又有老婆 也有情人 我问你这几个女人之间 谁骑士谁呀 人 连猴都不如 真的连猴都不如 但这东西大行其道 今天媒体就这个 所以这篇内容呢 是来自于英国的每日电讯 但他提到的问题 这真的是个问题 这是个问题 就是说 他会预示着今天晚上呢 可能会很激烈 如果这个记者 要抓住川普不放的话 他完全站在一个 那个 那个 拿走五百万 那个女人的角度去 去干的话 这 这今天晚上就 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 川普自己也讲得很清楚 可能是个很糟糕的夜晚 真的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川普一语成真 如果川普守不住 川普大嘴巴守不住的话 因为他非常愤怒 所以说不好 今天会怎么样 当然我们希望川普能够 因为今天白天 他很冷静 没有任何推文 我想是起码有这么一个准备吧 而这个女士呢 在白宫 在过去 在川普任总统的时候 跟川普发生过几个冲突 几个冲突 比较大的一个冲突 是跟金正恩 那金正恩呢 金正恩呢 川普跟金正恩有过接触 然后 他就 因为金正恩是美国国家敌人嘛 所以川普就跟他有了政治 而川普的特点就是 金正恩是我朋友 什么这个 对我们关系很好 跟朝鲜关系很好 那他就不干 他就对付川普 所以两个人就冲突了 冲突之后 川普就说 哎呀 CNN假媒体 CNN假媒体 所以冲的是他去的 所以这是当事人 这是当事人 另外还有 另外一个是建墙的问题 就是南边界墙 现在就已经那样 今天大 今天15万人 在往这个美国冲 那你要正顶八百 想向美国办移民的话 挺难的 你从南部边界冲进来 挺容易的 这个世界都是反的 中国人想拿 美国身份多难呢 你坐飞机到墨西哥 然后你走路走进来 你就拿着了 这什么 这搞不懂 这个国家搞不懂 那建墙的问题 当时川普说呢 是由别人掏这个钱 不会掏国家的款项 然后呢 实际呢 又掏了国家的款项 因为政府不批 然后有一些军费在里头 那当时他在白宫 就应对川普 就是意思就是说 他在过去的时间里 一直跟川普对着干 一直跟川普对着干 所以建墙的费用的问题 那意思是川普在骗人 那川普呢 就说CN你是假新闻 所以川普今天将接受 一直被川普指定为 假新闻的CN的记者 进行独家的辩论采访 以市政厅的方式 所以这个场面将会什么 没人知道 大家要看这篇介绍呢 你就可以到英国的 美人电讯去看 我只是跟大家介绍这个背景 预示着今天晚上会怎么样 它的关节点是在川普身上 因为记者肯定是挑战的 而川普回到CNN 那CNN是假新闻之源 这话就等于告一段落了 那你回去了嘛 就告一段落 所以这就靠关键点 看川普的忍耐力 那作为记者 他会表现出很强的 个人的风格 这是西方社会自然的 那将会如何 不知道 我们晚上在完之后 会跟大家分享 巨大挑战 对川普巨大挑战 主动权在记者身上 不在川普身上 所以川普会遇到挑战 感谢朋友